好男迎来了收官战 Angele Bobby身穿一席Elie Saab高级定制的裸色刺绣礼服长裙亮相 搭配轻盈的空气感刘海和清新的妆面 是小仙女本人了 不过眼尖的网友却发现 用于搭配这么一身奢华礼服的 居然是一双旧鞋 没错 就是红圈中这双缠绕式的Christian Louboutin银色鱼嘴驴鞋 这双驴鞋鞋已经陪伴Angele Bobby已经超过五个年头了 对于每天都在换新造型的女明星来说 非常罕见 而且Baby每次出动她 还都是在大场合 27岁生日会上穿 代言活动遇上宅男女神高圆圆 同框斗燕时穿 这次又把她穿到了跑男的收官站 Baby为什么如此钟爱这双驴鞋呢 她迷恋驴鞋鞋 主要还是因为增高效果 Baby虽然不矮 但因为伸长腿短这个比例B.U.G 格外在意视觉身高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看起来跟差不多高的两双鞋 驴体因为加件了一层厚水排 实际更增高 其实之前Baby的鞋柜里 有各式各样的驴体高跟鞋的 不输冰冰 但这两年驴体鞋不再流行 还经常被吐槽 吐粗笨 Baby已经很少穿了 唯一不能放弃的只有这双银色的驴体 一来Baby找到了折中的办法 只在穿长裙时搭配这双鞋 增高效果有了 裙摆一遮 驴体的缺点也被隐藏于无形 二来这双鞋子的颜色比较浅 跟各式仙女裙比较搭 偶尔露出来一点轮廓也不至于穿崩 跑男收观战的当晚 Baby不但穿上了五六年前的旧鞋 还穿上了那条出镜绿 已经绕地球一圈的黑裤子 因为显瘦 收甲胯宽的美好效果 Baby这小半年 独宠这条黑裤子 已经穿着他录制完了整季的跑男 接下来的新综艺新电视剧里还要继续穿 其实这样 不论新旧 不论是否当技潮品 只穿适合自己的 这样的时尚态度 对于一个人气女明星来说 也是很酷的